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玩《只嫁一五 无间梦境》 最近刚上架大家都在催我玩 这次我们也是通过直播的形式来玩 世上并无完美之人 只有为爱勇敢者 方会突破束缚 破茧成蝶 这段文字是什么鬼玩意儿 不中不阳不古不金 懂不懂什么叫中国风啊 梁柱 又是这些老套传奇故事 能不能创新一下 今天也弄错了 海报上写的是一个月后的日期吧 这剧场满满的敷衍感 你选剧场的时候根本没用心吧 不是 我 我是请小翠看戏啊 那个谁 钟子怡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她先进去了 小翠 记不清我的名字也就算了 连她的名字都叫不对 哪有这样追女孩子的 别人会理你才怪 还嫌我碍事 要是没有我 她都不好意思单独赴约 把票给我 这样吧 就是道具能看到一半吧 然后我把画面尽量的放大一点 把票给她 我怎么进去 她直接从我手中抢了票 这年头还有追女孩子请别人看戏 怎么想 看戏怎么了 看戏哪里不好吗 这有提示 去售票处购买一张票 这边有个售票处 我第一次自己买票 不是 这主角多大年纪了 票都买不来吗 我想买一张梁柱的票 请问 怎么不说话 看到了一个木偶的手 我都还没给钱 怎么就把票给我了 福禄城南大剧院 380元 在戏厅前 检票 可以 我掏出400元 结果里面不屌我 不找我钱吗 不找就不找 快到开场时间了 就不要了 主角是什么 财大气粗 看不到别的观众 刷卡 经常 看戏 我们这主角叫寻元风 这是女主 哈喽 为什么要叫他小翠啊 小陶 人家叫小陶 人家叫小陶好吧 哇 小陶长得就像一个水蜜桃一样 脸上有很多毛毛 无间梦境 小翠看得挺认真的 不是他到底叫小翠还是叫小陶啊 这边天黑了 到了化蝶的戏了 马上就要变成蝴蝶 上次变成蝴蝶的还是庄舟 梁柱里没有这样的角色吧 后面越来越难嘛 有的地方戏曲表演会吐火 但没听说过在台上点火的 他那个小钟是他朋友吧 怎么散场了 这门怎么被铁链锁住了 这边的门也打不开 这道门怎么也锁住了 刚刚我 想办法灭火吧 万一火势大了就麻烦了 第一者 救眼 这边是门上挂着锁 消防栓 这可以转动 这个可以移动 是吧 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顺序 座位上有这些图案 可以用上 这个主角是不是有点傻呀 小翠这语气 好像觉得我应该懂 不好意思问了 脸谱 刚才好像在这边看到了 那这个是7 5 3 灭火器 灭火器 这边有火 来 灭掉他 灭火后 减速了一下发生什么 他以为我们在整他呢 没事你们一起上吧 手机也没信号了 真没信号了 他手机怎么变砖了 这种时候我应该说点什么 才能表现得英勇一点 你看这个主角是不是傻子 手机还是有用处的呀 如果真的是那种情况 可以用他拍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完了手机用不了了 怎么办 凉山博之木 这里面烧着纸钱和一只血 凹槽的形状像蝴蝶 这有蝴蝶 这蝴蝶可以飞 还可以调换顺序 不错呀 哦 这有个蝶 这是什么特技啊 上个学的人就会懂这么多 比起他我什么都不懂 玉蝴蝶 直伞 甲花 蝴蝶是不是可以放这 怎么变成梁绍萍了 还有钱似的他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中的奖 也没参加过抽奖 然后他就中奖了这张票 什么玩意儿 这么可疑的票 你也拿来请我们看线 完了我们中计了 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上面有图案 对 这个草是斜着 这个是这样 在这边 好吧 这个我记得是斜着的是吧 这个也是斜的 这个是倒过来的 小薰这么快就解开这个机关了 我刚准备出手呢 对 我解得很快 陶梦烟这个名字好熟啊 是不是前作里面有陶梦烟啊 还好有小翠 小陶你提醒 还好有小翠你提醒 哦 他上一座可能就是他的前世 第二部的主角 对 我就说怎么这么熟悉 我都没看懂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机关谜题 这不是什么密室逃脱呀 拿到一只绣花鞋 红色绣花鞋 烧一下 这个游戏后面吓人吗 梁绍萍也是吧 这个是第五部 那梁绍萍跟陶梦烟 是不是第二部的名字 这坟墓打开了 插不进句话 来看一下这后面有什么 那有一把刀 道具刀 小翠好像在想什么 不会在心里笑好吧 这主角绝对的 费洋洋 快回歌坛吧 蝙蝠瞎说不打你了 戏曲的服务商 戏服 我也没害怕 你这反生活也太长了吧 这个话题早就结束了 不是你问我的吗 我什么都没说 你发什么打 刚才难道有人跟 这个小陶说话吗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毕竟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 他每说一句话 都要想这么多 你还是回歌坛吧 好不好 戏曲文化 黎原的禁忌众多 祭拜哪些戏神 各地的西班各有不同 梳头的都有自己的守护神 老狼神和喜神 是被祭拜的最多的 老狼神是戏曲的祖师爷 被认为是异秀新君 主管五阴六律 不可轻易画其脸谱 如果要画的话 就要一笔画成新秀 喜神在台上是代替婴孩的道具 但下台后被称为大师哥 要供奉三件玩具 那么要找三件玩具是吧 开罗大吉 农历末 戏班需 风箱休息 再次开箱时 要更换 使用开罗大吉的字条 贴在箱上 并在演奏特定的曲目 就可以开箱 行 油彩 镜子正对着来时的门 这张脸谱 这就是刚才看的空手不能画线 它是怎么说的 这边可以戳 电闸打开了 电闸打开这个出来了 洗丧及电婚架 是这个吗 高矮顺序 我以为是直接的顺序 对 化妆笔 有了化妆笔 我应该可以回去画了 对吧 化妆笔是不是要先 站点涂料 这边好像是可以放东西 中空的 那我要在这边画吗 一笔画完 基数点开始 最后在另一个基数点结束 很轻松就能解决了 这样 我试试 解开法之后出现什么了 出现恶鬼了 其实我可以直接跳过这种游戏 因为我是花了钱的 我不跳过的话 我这钱就白花了 你们懂吗 整整12块钱 这种游戏 你在网上一搜一大堆 跳过吧 这就打开了 是吧 期胖 嫁新娘 他们逼着你嫁给那个叫 期胖的人吗 打了个响指 怎么告诉他呀 感觉有点像营销号 还是分成了三段 这简直太真实了 然而村长全民人将他抓了起来 准备用火 献给名为六藏菩萨的神秘邪神 原来 这是在下一秒 一个无头的鬼魂 煞金刚打断了婚迹 随后 大乌贤驱退 他还没有意识到 藏灵村去煞金刚 竟然和自己有着前世的纠葛 原来 小桃的前世叫祝小红 我也现在回忆一下剧情 第三段了 和煞金刚托梦了解了真相 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煞金刚的帮助 逃出地宫 随后小桃在村中 隐藏鞋点惊出的地方 被村民阻拦 但是他们浑然不知 最终小桃趁乱逃出 并且报警抓捕了那些迷信的恶人 真的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所以说我们主角就以为 这个桃梦烟是他的女朋友转世 和你在一起的我才叫射死好不好 我家和他家认识了很多年 了解他的情况 每当我是勾结神婆来诈骗的 真是外星 如果不是这傻小子也很激动 说在梦里经常见到你 估计他妈就报警了 其实我对这些事并没有清晰的记忆 只是第一次见到小翠 小桃室 感觉很熟悉 我也时常会梦到地宫 记谈 说到这个小翠 你当时报了这样一个假名 怎么想的 自我保护嘛 对陌生人还是 这个小翠原来是这么来的 小翠就是小红反色嘛 随口编的一个名字 但是他还觉得小翠好听 这小翠 说实话啊 我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 太普通了 都扯到前世了 你还知道保护个人信息啊 你咋不帮我保护一下呢 我在小区看到他父母时 都想躲到 不说这个了 现在离开这里要紧 他也怀疑是不是藏灵村的其他东西 找上门来了 你好像当真了 他又算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啊 这陶梦烟永远保留着自己的前世记忆 梁绍平就是唱戏的 他的前世就是梁绍平 但是他唱歌很难听 这是什么 小棒子 这里缺了个旗子 那看来这个小棒子是要找一个旗了 风箱大吉 开罗大吉 戏台中空 这边不会是让我们打鼓吧 这边是有一个顺序要记 我知道要打鼓了 但是怎么打呢 不知道啊 桌子上的报纸 这边确实有个顺序 来按照这个顺序啊 好 打完了感觉怎么样 箱子被我们打开了 小翠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小钟撇撇嘴 箱子里面是什么呢 衣服 箱是戏服 这是什么 这不会是那个喜狼吧 就是那个小孩 布娃娃 布娃娃是大哥呀 我出来了 奴家生前本事明灵 却因那忘恩负义的梁绍平 落得尸骨无存 真的假的 你别骗我啊 你不会是骗我吧 我前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明灵 还是杀摄影的 小薰你别在意 小钟你说是吧 人呢 小钟不见了 小钟从通往仓库的门中走了出来 他在里面试了一下 真的看到了手机 可以看到奇怪的东西 他说手机可以拍到什么怪东西吗 跑到小序台前掏出手机对里面拍摄 前世 哎呦 手机里却能看到这东西 不是了拍照也拍不下来 手机还有这种功能 发明手机和相机的人也没想过有这种功能 有什么AR技术 怎么可能 这就是闹鬼好吧 高低的木偶 拍下来 这个一看就是蝴蝶吗 这个都不用说 我们能调高低的也只有之前的那个蝴蝶 原来我是一只 酒嘴的蝴蝶 来看一下蓝色放这边 黑色放第一个 白色第三 红色第四 黄色第五 OK 这样吗 这是拿到什么 靠奇 波浪鼓 波浪鼓算是其中的一个玩具吧 我们要给这个小孩找三个玩具 这个之前书上说了的 这小孩不会是放在这的吧 对 那波浪鼓呢 放一个 哇靠 脸怎么变了 这种东西总是得寸进尺 神龛上的图案是什么 金元宝 这像是一个什么呀 先把那个旗可以插上去 对 这是一个布老虎 那算是其中的一个玩具吧 这个老虎是放哪个吗 放这儿的 会做成的 会的 当然会的 波浪鼓放这儿 这个你要吗 但是还差一个呀 哦 我想起来了 外面有个顺序 对 这边是一个顺序 来 我把这个拍下来 仔细看了一眼 发现了 掉下来个什么东西 不求 掏出了个什么东西 一把钥匙 钥匙 咱们不会是直接 开锁吧 这边 哦 快跑 这出口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门 这是幕布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幻象 我们怎么又回到戏台上了 我们怎么又回到戏台上了 观众全是木偶 完了 我现在开始唱戏 唱得好 第一章结束了 戏院里也找不到其他出口了 只能继续往这边走试试 我快速掀开帷幕看一眼 如果情况不对 我们就 有人把我们拖进去了 什么小翠啊 人家叫陶梦烟 在这个舞台下面 是一个废弃了十几年的小型剧院 怎么这下面还有一个剧院呢 这戏台好高啊 小桃被什么东西抓走了 很痛不能走路了 我要去找小桃啊 这是什么整人节目吗 他爬到了事业比较好的地方 他为什么完全不担心小桃呢 你们不是闺蜜吗 看到了搞恶作剧的人 就打爆他 他要找个武器 好 你都可以爆死 上门开锁维修家电 小钟会这么多吗 这主角 这个男主 内心戏真多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转动的顺序吗 这个转动顺序 我先把它拍下来 大家想要红包是吗 我试试我这能不能发啊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我必须要充电这个才行 把这个拍下来了啊 目前还不知道作用 这边是需要一个三个牙齿一样的东西 梁绍萍之死 这个都被改变成一个剧了 这个就是梁绍萍之死 我止不住的打起寒战了 梁绍萍一心就欣赏人 这个真的是明灵 我靠 我靠近的一天 这个梁少平做了这么多人的事 害人了吗 这不是你的头 这是你前世的头 你的另一个头 他的头没了 虽然这只是一出戏 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在梦中经过这个场景 他的头被砍下来了 一遍又一遍 必须要快点找到小翠 你看他的头 像个皮球 一脚踢到百货大楼 拿到一把枪 还拿一把刀 这是什么 小雕像 士兵的刀让人感到恐惧 这边是个木偶头 上面写了个影子 但这东西不会是放这儿吧 对这个小人是放这儿的 不是什么牙齿 那这个头我能不能安装回去 不行 这边有个坑 下去就上不来了 木板那边有什么东西 这边是放了个什么东西 拿枪可以吗 哦 这木偶头挺重 把另一边东西甩上来 毕竟只有一次机会 我用这把枪去捅不行 哎 起飞 图钉盒 图钉 枪给女的吗 哦 那你来防身 捂了几下道具长枪 一脸嫌弃 当拐杖 福禄市到一昌市 有几小时的车程 怎么会收到 这里的服务商短信 他们从舞台上跳下来 跳到了异常阵 难道是时空穿越了 穿越了 我真穿越了 和小翠联系 都是用的他妈妈的手机 我想问一下 这个主角是什么人呢 他之前是植物人 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 真的有个手机 行吧 是说用这个图钉固定这个布 是吧 这个道具是什么材料做的 如果有锤子就好了 手机 用手机锤 来手机锤 这手机比诺基亚牛逼 竟然变成门了 如果是小翠的话 肯定觉得很平常 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太黑了 黑的话要打开保险柜咯 这是细服 像是一个木偶 以魂为丝 以木偶为煤 可行鬼里 原来鬼里的话 把这个拍一张 因为我感觉这个地方 他可能是有提示的 这下面 还有这个 好复杂 这个 这个也要拍 鬼里 他都不敢碰这些细服 这边有什么棋来着 他连五子棋都看不懂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子棋 其实是围棋 下面藏了东西 上锁的盒子 这个棋子我是拿不了的 这边有几个鬼头 木偶头 它是固定的呀 这个东西 跟这个有关 是吗 他的帽子有这种菱形的圆形的 哦 哦 懂了 这样 这什么玩意儿 他是个逃人 跑得很快 根本抓不住 想个别的办法 用这个盒子吗 但是这是个上死我的盒子 你说可以上门开锁 这箱子 他之前说他会开锁 还会修下水道 你真的连玩笑都理解不了吗 行吧 给我试试 能开吗 掏出一个像是发夹的东西 说起来 你二十多年来的和植物人差不多 某天就突然清醒了 如果不是认识你们家 我简直无法相信 医学奇迹 他也不是植物人 就是说可以牵着他走路 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事情 那感觉像是中邪了之类的 傻头傻脑的 这些年来 他感觉就像是被困在一个无法醒来的梦中一样 他在梦中见过陶梦言 原来是这样的 不许说些 还有 看到废家店了 不要也来找我 几本书 这盒子里面装的几本书 用这个盒子套他们 这个逃人只会跑直线 抓 将盒子锁好后 放回桌子上 这东西好像是故意找我麻烦 把他关在里面 都倒了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应该是开这儿吧 插进去 转不动 哦 刚才有一个顺序的 我记得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顺序是什么 就是这个顺序 上面还有一个闪电的标志 左 下 左右 下 上 开电 没有亮 这个又是什么的呀 这里还要开 看一下哪有提示板 哦 这边这边这边 这灯突然闪起来了 蓝色两下 白色三下 红色四下 哦 行 我大概懂了 红是五吗 怎么少一个呢 哦 少一个是黑是吧 中间第四个就没有 对 好 全部开灯 梁少平仗义惹祸端 得到一张海报 本来我是想看一下这个提示的 但是我发现他要金币 摸不到这么高 拿到一张海报 我在这边有张海报 给他换了 随时会掉下来 钉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的剧换成了梁少平的剧 很仗义啊 但是他惹了祸端 但这边还是差两个东西 呀 你好 他们把洋人打了 把当时的外国人打了什么 他怎么还跟我打拳呢 这木偶差点打到我 我没有跟人打过架 更别说木偶了 还要先躲开拳头 诶 这个游戏我们可以玩一下 来 应战 闪躲 这什么游戏啊 哦 要在线圈正好处于 圆缓范围内 行 来 应战 最好就是卡着节奏 他们都是小卡拉咪 虽然没练过 但是我觉得自己会点武艺呢 要用拳头打吗 梁绍萍吗 这是 这个木偶把他们都打倒了 梁绍萍抬头望向木偶操控室 在上方似乎看到有个黑影 好像有人在操控这些木偶 该不该喊 可是该喊什么 让他们不要用木偶打我 什么玩意儿啊 这主角能不能就是说有点自己的思想吗 这里面可以走 有什么变化吗 里面没什么变化吧 凳子 对对对对说的对 扯身上的线啊 这个是他线的控制 手腕手骨 这个字好小 反正那个图我已经拍了 想起来了 凳子可以放这里来 凳子不够 还是不够啊 书 哦对 书 垫着 不管怎么交换都有一只凳子 差一点 还有什么东西 那手机 只能用这个了 败家子 可以 操作木偶的地方 这上面有人 但是都是假人吧 这种场合应该说什么 是打招呼吗 主角内心系很足啊 但是 把他写成了一个很傻的这么一个人 仔细看好像都是木偶 还好还好 也太像真人了吧 操作木偶的师傅竟然也是木偶 右边两个木偶 没有像左边两个一样 拿着操线板 难道刚才是他们在操作 那两个攻击我的洋人木偶 这是 用手不能直接拉 这个就是可以操控的 保险箱 这边有手势 门被封死了 这边有一个图 先看一下 废弃魁伦某的改建工作突然终止 在挖掘地面时 原本不在 戏院的 地下密室 就是以前 在这个戏院 下面有一个地下密室啊 他们本来想把这个地方改建了 结果又改建不了 因为有个地下密室 还各种发生奇怪的事情 然后这个戏院的经营者失踪了 这边就一直像闹鬼一样 有这种传闻 半夜也有灯光闪烁 实际上这边早就停电了 这个戏院就像闹鬼一样 而且这个戏院里的木偶戏 演出过于逼真 就像是活人一样很圣人 专家对这些记者表示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无坤之谈啊 他觉得是资金链断裂 所以说不再改建 这个就停止施工了 搞成了个都市传说 姿势我看到了 就是把脚提起来 手这样 那我现在上去之后 我要调整 首先手要调整 左手的 腿要调整 腿是这个吗 我试试啊 我看一下调整之后 哦果然 第一个不用调是吧 第一个不用调 其他都要调 左边四个都要调是吧 这样 右边呢 哎呦 这个我觉得你调一下看一下 真没意思啊 右边第一个要调 哦 应该就是这个动作 这就行了吗 哦耶 这个姿 这个姿是 洋人不能惹啊 梁少平 一个拉琴的 被打一巴掌又怎么了 你怎么就动手了 真是白仰你这么大 本想着以后把师妹嫁给你 你能是个如意郎君 顶梁柱 没想到啊 天天惹过 我信中的真是瞎了眼 滚吧 带上你的东西 有多远 滚多远啊 滚到天涯海角 拉个琴都能惹到洋人 看来以前惹到洋人 就很惨啊 因为惹祸被西班赶走 这家人姓钟 看来跟小钟 也许真有点关系 行李箱凹槽是空的 这边好像需要一个密码耶 拿到一个琴弓 但这个锁住了打不开 咱们还得去找一个 现在有了这个琴弓来拉他 略懂一点 这个是根据什么拉呢 哦哦 我知道了 他这个姿势 对 换姿势了 这个姿势是17 这个是62 什么玩意儿 给我一个小牌子 小牌子 嗯 那我知道了 木偶动作变了 变得好像 照出了影子 换成其他手势灯会熄灭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有关 是这个吧 点其他的 第一个是这个是吧 这姿势挺妖绕的 就根据这个顺序 谢谢你 谢谢你 也没有操作木偶给我点下头 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兄弟 第一个是这个孔雀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东西 又是一个电闸 小牌子 这边电闸拉上去了吧 就放这儿的 711 070 是吧 不行 倒着来吗 哦 这边是070 117 它有一个那个 往左的顺序 海豹 海豹 这个海豹又是什么戏服 人不见了 泰安般之伤 好像他们这边被烧掉了 再过来看看 这边多了一个人 鸣鸣 你们想不想听这个唱戏吗 哈喽 约娜 前世做了这么多坏事吗 害死了这么多人 要怎么才能解决呢 难怪别人总叫我傻子 我确实一无是处 想把小翠救出来啊 小雕像 看来这个雕像 我刚才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门可以打开了 第二折 鬼蕾 就也不一定是推荐好吃的 反正就有的东西 大家看着 觉得用得上就买点吧 继续继续 我快速掀开帷幕看一眼 如果情况 对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到了 唐梦烟的视角啊 胳膊被拉断了 胳膊被拉断了 那些手是什么 我们不是从戏台上跳下来的吗 戏台怎么不见了 我看到啥小子 先跟手 手机快没电了 手机也快没电了 日期向后过了一天 日期 我的手机 奇怪 到了 果然这事情不简单 我才这方 那只有交给你了 哎 为什么有两个 我却看不懂什么线 中子一啊 你说 如果这是绑架 那绑匪是不是有病啊 弄这些 我哪知道啊 这个女的为什么有两个呀 有一个是假的吗 哦 对了 这边有脸谱 脸谱 我们之前是不是看过呀 耶 what the 眨眼睛 一点心意都没有 这个木偶头也没动过啊 没动过吗 你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太好啊 本来今天要做失眠什么的小问题早习惯了 看看柜子里有什么吧 这是什么 假眼 祖宗之法不可忘 祖师爷以木偶助身 以木匠工具戏取之物 无面之面具 对祖师爷进行供奉啊 这边有什么提示吗 木偶雕刻后需 开眼后开口 这边有三个 图案 我总觉得这个可能会需要 记下来 这边有个书签 像是一把尺子 这还有图案 这还有图案 怎么图案这么多呀 怎么会这样啊 肯定有人在陷害我 戏院中有背叛者 把他找出来 手臂 都是残垣断臂啊 照片 木偶手臂 木偶手臂 现在有个眼睛 逞强好胜 杯子上有凹槽 这个凹槽不会是放眼睛吧 这个是 可以拔 过来呢 安全出口 这里好像有扇门 但是堵住了 脸谱可以直接弄 我知道 但是现在先不忙啊 照片应该是挂这儿 这边还差一张照片 提线木偶 这像是那种 被挡住的 通风口 给它拆下来 像是个玻璃球 平台是向这边倾斜的 用什么东西 可以把玻璃球拨出来 没有东西了 目前只有这个 但是 它为什么在移动呢 哦 这样可以拿上 你每弄一次 它会往下掉 OK吧 嗯 是不是这儿啊 哦可以 又是这个人 你有毛病是吧 我在藏林村见过这怪东西 我在藏林村见过这东西 怎么跑这儿来 藏林村里面真是生产各种怪东西 那这玩意我怎么弄它呢 哦可以直接拿 这个还比较轻松一点 一个小人 小人你能进去帮我拿这个吗 可以用这个会跑的 它真的可以去撞吗 它会不会跑别出去啊 试一下吧 进去撞一下 出来了出来了 我以为他跑了呢 厉害 不知道跑哪去了 真神奇啊 小钟看到后脸色有点白 这个小钟大家刚才说的是假的 对吧 把我的人像移过来点 玻璃球 这个眼球 对可以放进去 玻璃球呢 呃 显得有那么一点智障啊 变出了一个门把手 路上都是些吓人的东西 不要总叫别人傻小子呀 小熊其实挺聪明的 就是有点傻 明明没有接受别人的心意 我说过不要聊这个话题的嘛 我和他这硬贴上来的人 不会拒绝可不行 哦 这边可以进来了 哇 好多人体模型啊 人偶 哪来的唱戏声 感觉小钟也不太对劲 他从来没和明灵同时出现过 啊 这是他变的吗 试探他一下 我是为了接近那个学长 才选了同样的课题 最近听说他有个 藕断丝连的前女友就放弃了 这不像是他的风格呀 昨天你生日 连累到你这种倒霉事 谁会在这种倒霉日子过生日 对 小钟出生时家里老人弄错了历法 登基错了生日 你不是真正的小 你不是真正的小钟 啊 小钟 小钟怎么变成了木偶啊 真的是个假小钟 这个女主真的很聪明啊 果然又变成了单人模式 赶快砸烂那些机关吧 这个女主很聪明 我喜欢 不要跟这么傻的男主在一起了 有故障 启动后停不下来 这边是 有一个顺序啊 天花板上很多木偶 这边又是什么 这边是图案 这个呢 搬不动 这边又一个 图里的木偶好丑丫 可问题是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呀 我总觉得 你们都说男主后面很帅吗 究竟有多么帅 我很期待 柜子里的头和手 这三只手啊 这是盒子的密码吗 哦 对头 那这是头了 这是手 磕刀 磨刀石 难道要开始磨刀霍霍吗 门锁住了 我直接用石头把这个锁砸了 不行吗 哦对 这边有一个插电口 给它插电 我之前都没看到这边 没有电 这边有个饰品 像是个下水 下水道的那种盖子 哦 饰品放在那个奖杯 我知道了 这个应该放这吧 然后 这边有东西 照片 照片的话又挂在之前的那个位置来 然后我看一下 那个书上有提示的 正方形挂这 大的正方形 挂在中间 竖条的挂这 对没问题 这个 下面应该是挂这一幅 应该是这样吧 哪里不对劲啊 这样 哦 对对对 还以为照片里的木偶要铺出来 结果只是把它烧烂了 烧出一把钥匙来 我现在有刀 磨刀石 这个刀卷还能用啊 哦 这个地方是最开始的这扇门 是吧 监控 电视台 是吧 这有一个钟 跟时间有关 这有一个 注意 因为不同房间布局的问题 哦 不同房间布电的问题 部分监控受到不同电扎管理 一号监控 后台内层电扎微 红蓝白黑红 用石头砸这个吗 有东西亮了 一号监控是红蓝白黑红 那个是真正的小钟 那有个人影 快转过去看看 那边有个人影 怎么了 我感觉我这边也危险啊 哎呀 救命啊 错觉吗 又是幻听 有人来了 对 陶梦烟是那个纸新娘 幻听幻听 还行不行啊 人影不见了 我能按吗 这什么 这一根红线 这个时间是在哪看 这边好像没有东西了 监控这边 这个图案我们之前是有的 监控一第三个画面 跟时间有关系 它那个钟上面有 菱形 圆形 和这个形状 也是按顺序吗 我试试啊 这个首先是这个形状 转一个 圆形 历史针转两个 方形转三个 圆形 历史针转四个 方形是历史针转五个 轴线 监控台那边 指示灯亮了 刚才这个指示灯是说 红蓝白黑红是吧 蓝 哦对 蓝 按不动 看到小熊了 哦 红蓝白黑红吗 白 白 黑 这样吗 就是跟之前那个一样啊 原来就是我们主角陶梦烟 女主角发送的这个信号 监控突然启动 这么抽象的暗号也理解了吗 这个 每个脸上都写着字 这个字的话 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 使用的 这个没什么反应 哦 这个等会也要用 懂了 跟那个小熊两个人合作的 哦 这边 这样吗 要反着来吗 开了 这有密室 又是个木偶 这个人好像是那个 明灵啊 唱完了吗 一惊一乍的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红盖头 掀起你的头盖骨 众生皆傀儡 这边是摆放贡品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 那个书里面写的有 木偶 刻吧 你这刻的是人眼睛啊 哦 谢 刻这么丑 谁顶得住啊 刻刀还有用 又是一把钥匙 是打开这儿吗 坚定不移 阴阳之间的世界 这刻的太丑了啊 导致鬼直接来 现在拿到东西倒是蛮多的 这个不会是放这儿吧 哦 可以摇 摇了之后 这些木偶一个比一个丑 丑的一匹 木偶亮相 这是木偶亮相吧 快亮啊 这是什么呀 这样吗 跳过跳过这个 小面具 我知道门口图片有提示 就这个嘛 面具不会是给你戴吧 哎呦 你还真戴呀 能不能客气点 你要贡品 这个石 石头是贡品吗 缝纫机对 这个线可以放到缝纫机上面 布呢 布可以放这儿 还没有通电 你说一块石头都能当他的贡品 这个神混得也不咋样啊 鸡毛胆子和针 在哪儿啊 这个地方是吗 哦 原来是这个吗 拿到一根马鞭 你赢了 但马鞭现在是我的了 争强好胜 坚定不移 这个坚定不移 他就出个石头 坚定不移 争强好胜 他就为了要赢他 就把自己的剪刀变成了布 这个鞭子是干嘛的呢 不会是放这儿的吧 真的耶 这有点像六藏菩萨啊 六只手 一点都不意外 扯一下他的头 呦 差点扎到我的手 一根钢针 绣花针 你就是六藏菩萨吧 六藏菩萨之分身 绝对是分身 我这还没通电 你说怎么办 书里还有东西 哪本书啊 这本吗 哦 原来这本书我没调查 如果您看过阴阳之间的世界 会知道我们曾探讨过 鬼魂去阴间的过程 再来讲一遍 鬼魂该如何重新来到阳世 死去的鬼魂会在阳界中呆足头七才能进入阴间 阳间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 阴间的鬼魂想要投胎到阳间要守此规则 在阴阳界过七天转世为人 就是这个手势密码对吧 哦知道了 等会儿去给那个投影 除投胎外 鬼魂也可以进入阴阳界联络阳间活人 但很难成功 据说如果没有接线的电话响了 那就是阴间重要的亲友在呼唤你 如果此时接起电话就可以与这位亲友对话 实际上这个密码提示也是我们给男主提醒的 要想办法发给小讯 用监控找一找 他在这拉二胡 但是这场面太好笑了吧 解开了这个谜题又去别处了 这里对吧 把灯打过去 正好可以在手势上印出来 让他来改变手势对吗 他好像明白了灯光的含义 但他能不能理解啊 这个就跳过吧 因为没必要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很聪明 不管谁给的提示他应该都理解得了 看看是不是已经通电了 虽然没这女工技能 但只是缝个箭头应该没问题 开始缝纫 我看一下 哦 是这么转动是吧 懂了 但是我们跳过 缝个箭头 这些小游戏就没必要我们在这浪费了啊 模拟器玩的确实不好弄 他又是一个人在发呆了 没有朋友的 精神有问题 谁敢靠近啊 这是说的 那个小巡吧 他在巡什么来着 巡风什么 幻听幻听都是幻听 然后再把这个装到安全出口 好 门有没有 多了一扇门 进门 电话线是断的 竟然也在响 难道是传说中的阴间电话 真的很阴间 爷爷那辈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 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亲友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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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红吗 小红 这声音 你是 梁绍萍 啊 小红 你要小心啊 怎么打电话是梁绍萍打的呀 梁绍萍还会打电话吗 小红 他是谁呀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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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者换系 完了 哈